结合住那个脂肪减少脂肪的吸收 因为膳食纤维它可以吸水 它可以吸油 所以如果跟着主食一起去吃的话 它可以让那个糖慢慢的被我们人体吸收 这样的话就延缓了血糖迅速的升高 这种情况 它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的帮助我们的肌体来控制血糖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我们营养素里的另外一大类 就是矿物质 矿物质又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常量元素 一类叫微量元素 它们在我们人体里的作用既有相似性又有区别性 比如说常量元素 我们常说的钙 铁 磷 磷 这些都是我们肌体里占比比较多的 总量比较高的元素叫做常量元素 它可以帮助我们构成肌体的一部分 我们人体的骨骼里的主要的成分 那就是钙和鎂 还有其他的功效 构成一些鎂 包括激活一些鎂 包括维持渗透压 维持我们肌体的酸碱的平衡 还有维持神经肌肉的一些兴奋性 那么还有呢 在我们肌体里面是含量比较少 但是作用也很重要的这种矿物质 我们把它叫做微量元素 最典型的就是铁 铁是我们血液里 血红蛋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功能的集团 一个重要的物质 它就属于我们人体里的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呢 还包括可以构成我们人体的一些激素 影响我们肌体里的一些核酸的代谢 会协助我们的钙啊 磷啊 这些常量元素发挥一些作用 比如说像铜 如果缺铜 这个人也有可能导致骨质的疏缩 所以千万不要忽视 这些个矿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矿物质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能够在人体里合成 它是必须要通过我们通过食物 来进行摄入的 它们进入到人体以后 如果说我吃的不够 那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比如说骨质疏松 如果缺铁也会导致贫血 以及包括高血压呀 神经和肌肉的功能紊乱呢 甚至对于儿童来说 可能会影响它多方面的生长发育 智力的发育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矿物质的缺乏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摄入量不足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排泄增加 我举个例子 说如果一个人他长期有痔疮 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容易缺帖 很容易的 所以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呢 因为你不太了解到别人可能有什么失血的环境 当然比如说还有那种周期极不规律的女性 她的周期不规律导致她失血过多 所以她就更容易出现铁的这种缺乏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比如说我特别爱喝浓茶 我就特别爱喝咖啡 那像这些个物质 它往往都会在肠道里影响矿物质的吸收 另外呢还有一种呢 就是需求量的增加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怀孕的女性 到她怀孕的中晚期的时候 几乎都有缺铁呀缺钙呀 如果一个怀孕中晚期的女性 不通过额外的补铁 几乎都不能满足她补铁的需要 可能多多少少都需要使用补充铁剂 你就可见呢 在这种生活当中 有这么多的可能造成我们人体 矿物质缺乏的因素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微生素 微生素啊 是和我们机体的代谢的过程 密切相关的一类营养素 它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维持我们人体生命过程 必须的一类有机化合物 绝大多数